许悦 我打球的时候感觉赢钱不够 正手起下旋球 前冲的时候感觉不怎么吃球 还有极长的侧旋球怎么接 打球的时候感觉赢钱不够 前冲吃不住球 刚才我其实已经讲了那个动作 你首先要把重心压低 把弹簧压低 这个弹簧除了往上弹的力 还要往后 从后往前弹的力 就相当为什么呢 你是压了两个弹簧一样的 一个弹簧是把你往上弹起来 还有一个弹簧在你身后 把你从后往前给弹出去 要有这两部分力 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赢钱不够 就是你从后向前去往前弹的力不够 你往前的冲击力不够 你身体往前的这个惯性发力不够 你可能只有向上的力 所以你这个球呢 老是吃不住 挂不住 擦位置 这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你处理球的 拉前冲的时候 处理球的这个 时机很重要 时间很重要 拉前冲不要等太久 特别是拉下军球 如果这个球已经到了下降 中期了 基本上你没有可能再去前冲了 太低了 根本没有办法前冲了 所以我们前冲的时候 要么在高点期 要么就是下降前期 或者下降初期去前冲 不能等 要往前迎 所以你脚架的调整很重要 时刻的调整身体的位置 保证我们身体的惯性重心 距离球 是吧 够近 你起码手要够得到球 你不能球在这里 人在这里 你还冲什么呢 对吧 谈不上冲了 最后你位置到了 然后呢 有一定的惯性距离 离球有一定的惯性距离 再把从后向前的惯性 这个冲击力把它加弄去 这样才能把球的质感提高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 琴弦的忧伤 他说一个人练习高 后发球的时候感觉很好 一和球友对练的时候 就怎么也发不好 不是弧线过高 就是出界或者下往 是怎么回事 这个平常练球的时候 是吧 练球的时候 能够发得很好 但是一打比赛就不会发了 最主要还是 没有完全好的掌握 发球的时候 可能到了你真正用的时候 你心里没底 那么我们要用到 这个发球能够用到 如火存青的时候 就是我闭着眼睛睁 是吧 我都能感觉到这个球上了 都手上能够体会到 这个球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比赛 才能真正用得出来 只要你平常练习的时候 比如说十个球 能发上九个 不能做到十个 发到十个 并且把十个球 都发得很好的地步 那比赛当中 你用不好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高抛发球 你一定首先要把球 保证发稳 每一个球的落点 弧线的高度要控制好 在一个球抛起来的时候 是吧 它的高度 包括弧线 要抛动不稳 很多人高抛发球 球抛的一下往前 一下往后 一下往左 一下往右 抛的落点都不是很平稳 是吧 那这个球你当然是夸 所以抛球的时候 尽量是用身体的重心 身体的重心 去带动手 并往上抛起来 而不要用这个 手掌去这样抛球 你这样抛这个球 会乱跑的 怎么看 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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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